所以有人問 師父 昨天有人問 他說 釋迦摩尼佛 跟阿彌陀佛有什麼不同呢 這個問題我問大家 為什麼西方其他世界不稱為 釋迦摩尼佛呢 而且在我們這個世間 會稱為釋迦摩尼佛呢 這個有什麼不同啊 為什麼直接了當 乾脆在這個世間 就改成阿彌陀佛是好了嗎 為什麼要稱為 這個第四尊的是釋迦摩尼佛 我來問我們的老蔡管師兄 這個我們來問一下 為什麼呢 為什麼人家問這個問題 昨天有一個居士 打電話給師父 他很 有一種那種感覺好像 不明白為什麼 我問管師兄 我們的老蔡 為我們這個世間 為什麼稱為釋迦摩尼佛的 這個導師 為什麼 願力不同 師父 當然啦 死方三世一切諸佛每個願力當然不同 你看釋迦摩尼佛都有五百願 我們事先需要釋迦摩尼佛介紹 我們事先需要釋迦摩尼佛介紹 就是說 就是要 我們要清淨 要大使大悲 不要自食自利 所以叫釋迦摩尼佛 那為什麼在西方极樂世界不能稱為釋迦摩尼佛呢 因為西方极樂世界呢 他們大家都大使大悲 清淨 所以呢 大家無量光無量壽 所以呢 就說阿彌陀佛 這個 這個諸佛菩薩 他沒有明智的 在這裡我們必定要清楚一件事 諸佛菩薩 他本身沒有明智的 他取名的是為眾生 教導眾生的宗旨 他才取名 那為什麼我們在這個世間稱為釋迦摩尼佛呢 因為我們這個地球的眾生毛病太多了 就是毛病 每個人的毛病不一樣 他的最大的毛病是什麼呢 因為這個世間缺乏 缺乏什麼 缺乏人愛 缺乏慈悲心 所以啊 釋迦摩尼取這個名字 就是用這種的意思的種子 來教導眾生 因為釋迦的代表是能忍嘛 忍角度就是忍愛嘛 用慈悲 用仁愛啊 來幫助眾生 讓眾生啊 能夠對一切眾生 對一切法 能夠有大慈大悲 不然的話 你看現在這個地球 為什麼災難這麼多 這個災難從哪裡來的 缺乏仁愛嘛 那為什麼稱為摩尼嗎 摩尼代表是寂寞嘛 寂寞代表就是清淨嘛 我們世間的人 你看不要說外面 說我們自己 我們每一天的心 有沒有被外面的五億六成 都是饒者 我們的心有沒有每一天 為了明文立揚自私自利 有沒有每一天內心的五毒 貪嗔吃慢魚 我們每一天有沒有這樣的 所以污染非常的嚴重 你今天要發言 往生西方啟樂世界 首先必定要培養你的慈悲心 你沒有慈悲心 你往生不了 你心情 你的心不清淨 污染嘛 你怎麼能夠往生西方啟樂世界 所以昨天不是跟大家講過 海賢老而上 就是這個道理 人家看的就是西方啟樂世界 但是人家所看到的 沒有看得到 為什麼 心裡面裝的就是這一些嘛 區別就是在這裡 所以呢 真的我很感謝釋迦摩尼佛 非常感謝 你看喔 你看古人不是常說一句話嗎 你看這個 特別的是偶依大師 大家有沒有聽過偶依大師 在世的時候 常講一句話 很簡單 但是道理很深 偶依大師常講一句 什麼呢 若智 若語 皆有份 偶依大師不是講這一句嗎 若智 若智 智是智慧 於是一笨的 若智 若語皆有份 是難是你 總貪休 你看喔 你看偶依大師很有智慧喔 你看喔 我們這個念佛法門 是屬於什麼 叫做 善根 普輩 什麼樣的人都能夠得度 什麼樣的病都能夠得度 都能夠治 那偶依大師講這個弱智 就是智就是上上根的人 上上根的人以誰來表法呢 如果用念佛法門來表法 就是華元經的裡面兩位菩薩 文書跟普玄 這個是上上的 如果下下的呢 下下的那種誰來做一個代表呢 叫做那些愚笨的人 不能說老阿公老阿嬤不能說這一句 那些最低的 遺笨的 遺笨的人有上根 能夠聞到這一句阿彌陀佛名號 他也都能夠成就 我跟大家來講一個故事 大家有沒有聽到這個 這個王呆頭啊 王國王朝的王 發呆的呆大陀的頭 王呆頭 有沒有聽過這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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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喔 你看這個王呆頭啊 他是清朝初年 你聽了這個故事你就明白了 我為什麼期望我們學禮金鐘學會 那清朝初年啊 有一個地方叫子利 這個子利有一個姓王 叫做王呆頭 為什麼叫做王呆頭呢 因為他人長的臺 長的那個頭 長的那種呆呆的 傻傻的那種 人家罵他他也笑 人家作弄他他也笑 人家怎麼笑他他也笑 你看喔 一個人住在哪裡 那個 那個救破的一個毛屋 有一天啊 有一個成道人 就是有一個修行人 這個修行人姓陳 就把他帶到哪裡 帶到寺廟去 帶到寺廟呢 每一天叫他什麼 打掃 啊 剪彩 每天就是這樣的 但是他跟他講什麼樣的話呢 他不會記得住的 你今天講阿彌陀佛 他第二句就忘了 第三句講阿彌陀佛 第四句就忘了 所以每天啊 就是打掃 剪彩 那晚上呢 他的師父啊 就是成道人啊 就是逼著他啊 去念佛 去念南無阿彌陀佛 但是你想一想一個 一個呆的 一個很笨的人 每一天啊 每一次要念佛啊 不知不覺就念了 念了就睡著了 而且睡著會打呼 打呼打得很大聲 所以他的師父啊 就很 很不耐煩啊 拿一個 拿一個木啊 有一個叫做 長 長竹 長竹竿 這個長竹竿 這個長竹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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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拿衝進去啊 就把這個這個網呆頭一直打 你已經很笨啊 你已經很笨啊 還不懂禁忌 每天就把這句話 所以呢 他的師父呢 每一天喔 避他 一天 你必定要念 那個白身的佛號 然後呢 拜佛一住香 每一天喔 念到三年啊 突然間啊 這個網呆頭啊 突然間哈哈大笑 笑得很大聲 師父呢 剛好在外面 還好 還好 我們沒有這種土地啊 要不然喔 真的 這個 這個喔 我們想啊 不是還好沒有這個 還好我們 沒有這個因緣這個土地 有這種土地喔 真的含有福報 你知道嗎 他師父喔 在外面聽到之後呢 好像 我這個土地是不是發瘋了 哈哈哈 師父念佛念的 逼得太簡了 所以啊 又拿一個長竹竿啊 又衝進去要打的時候啊 這個網呆頭啊 就跟他師父說 師父 你今天不可以打我了 哈哈哈 你不可以打我了 師父問啊 為什麼呢 什麼原因呢 你看喔 下面的那一句話很重要 希望我們不要 屬於 像陳道仁這一類的人 這個網呆頭啊 本來不會講話的 你不要說講一兩句 講一句話都很難 你看喔 他突然間 看他師父講了一句話 他說啊 師父 你故作了18年 不懂得什麼修行方法 如果你能夠像我 老實念佛 老實拜佛的話 你早就見去阿彌陀佛了 你早就到西方解讀世界了 你看 他講完了 他的師父盤了 回頭過來啊 自己發災 我這個土地為什麼今天很會講話 我講的這些話都很有道理喔 你看喔 這個網呆頭跟他師父講啊 師父啊 你孤作了18年 你白費了18年的功夫 你在修行 你也不懂什麼叫做修行 用什麼方法 如果你像我這樣能夠老實的念佛 老實的也念這一句阿彌陀佛 來拜這句阿彌陀佛 我們早就到見西方解讀師 見阿彌陀佛了 然後網呆頭 講完之後 講完之後 繼續念佛 第二天 第二天 凌晨 到這個山雅 到這個山雅之後呢 他的面向往西方合掌站著 往生西方解讀世界 你說網呆頭有沒有笨啊 沒有 一點笨都沒有 他的智慧從哪裡來呢 念佛開智慧 而且念佛開智慧從哪裡來的 虔誠恭敬心而來的 所以在這個智慧 度了很多那些 那些不學佛的人 念佛往生西方解讀世界 你說尊敬的主義同修大膽 你想要開智慧 從哪裡學啊 從恭敬心開始 你想這個家庭能夠過得幸福美滿 你要從哪裡開始 從恭敬心 沉靜的 從這邊開始慢慢來 所以啊 今天 我就跟大家 講到這點 你看 我一大師講 是男是女 總堪修 不管是老少老女 老阿公老阿媽 只要你肯修 都能夠成就的 總堪修 所以尊敬的主義同修大膽 我們很有福報 我們能夠聞到這句阿彌陀佛 不容易 你看那個釋迦摩尼佛 死方三世一切諸佛 要修多久呢 三大阿森奇節啊 你看我們這一生能夠 聽到這句阿彌陀佛 然後發現往生西方解讀世界 你的身份 你的智慧 你的地位 跟釋迦摩尼佛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必定要有智慧選擇 所以我告訴大家 聖頭 你把那篇文章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是一位居士 最後跟大家分享這篇文章 十一點半了 在這裡已經跟大家講了四十分了 這篇文章呢 是世間的一般的故事 是有位居士 他學佛學了六年 後來呢 他寫了這一張的報告 他跟我報告的 他說師父啊 我學佛學了六年 我感覺到 改變很多 以前啊每一天啊 都追求自己的欲望 不斷的去追求 讓我過得很辛苦 我這一生啊 明白這個道理 懂得怎麼知足 才能夠保持快樂 幸福的快樂 幸福 所以他寫了這一篇文章告訴我 教我來跟他分析 來跟他講 我的境界到哪裡 我等一下跟大家來分享最後 那這位居士講這個 他跟我分享 希望大家以後也可以跟我分享 不要增增吵吵的 其實人的時間一晃就老了 也不要斤斤計較 因為疏於你的時光 越來越少 下面 不要過多的抱怨 因為能相遇 本來就是最美好的 也不要相互的拆汰 說不定啊 哪一天啊 就永遠的分開了 下面 不要總於別人攀比 不要總於別人攀比 只需要每一天超越昨天的自己 你記得喔 我們每天要提升自己 不能每天啊 退步 也不要憂慮太多 好好善待你自己 這個就是我們所講的 我們常常善待我們自己 好 接下來 下面的 下面的 這種 好 不要計較自己付出與收穫 因為生活本來就是不簡單 可是要盡量簡單才能過你的生活 接下來 不要為了追求沒有的東西 而把自己已經擁有的幸福 給忘了 務必要懂得知足常樂 一般人來講 這一篇文章很簡單 就是明白做人的道理 就是明白做人的道理了 一般人 我們現在啊 連做人的道理 都不懂 怎麼能夠去 怎麼能夠來 大策大悟明星見星文 這一篇文章看起來很簡單 一般世間的人 能夠悟出這種的道理呢 已經算不錯了 他明白了 怎麼 怎麼懂得過生活 怎麼樣來對待自己 怎麼樣來修善 怎麼樣來斷惡 怎麼樣來培養自己的福報 將來能夠獲得 無量無邊的這些的福報 這些道理我們每個人可能 有時候做不到 一般的人做不到 雖然這一篇文章很簡單 雖然這一篇文章很簡單 但是我相信 你們每個人有沒有做得到 不一定 這個境界還沒算高 只是一般而已 不用佛法來講 他只是皮毛而已 他只是動 那個動到我們的皮毛 他明白這個道理 但是這一篇道理很簡單 但是很多人有時候做不到 不要說外面的 說我們自己的同修 有時候自己做不到 為什麼做不到呢 有時候我們的心會信心計較的 有時候我們不會對待好我們自己 有時候我們不懂得 怎麼樣提升我們自己 學佛學了十幾年 有沒有提升自己的境界 很少 但是如果以我來說 以我來講 這個境界已經很好了 起碼它如果能夠 維持人天福報 如果它能夠維持這種的境界 這篇文章裡面 它真的能夠維持 起碼如果它不到西方極樂世界 將來它得人天 這個人天福報 或者得人 生在好德之家 好善之家的 這種的福報功德 就是這篇文章很簡單 那如果我們要超越六道輪迴呢 那就不一樣了 《金剛經》裡面所講的 一句話 《金剛經》代表智慧高度的 你沒有智慧高度的 你要學這一部經 你學不來 換句話說 《金剛經》是上上根的人去學習的 所以為什麼現在學《金剛經》的人多 成就的人少呢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根性嘛 所以很多人說 說師父我要讀《金剛經》 不要浪費時間 我要讀《法華經》 不要浪費時間 《金剛經》 《佛》是對誰講的 《西菩提尊者》 《西菩提尊者》 問釋迦牟尼佛 釋迦牟尼佛 根性不一樣嘛 《金剛經》裡面有講一句話 哪一句話 《凡所有相,絕是希望的》 因為他的境界 還沒達到這種境界 如果他達到這個境界 他的所寫的文章不會像這樣 這個已經算不錯了 已經很好了 但是如果他更深入一層 他就明白了 什麼叫做《凡所有相,絕是希望》 世界上本來就是這樣 哪有好跟壞的 哪有善跟惡的 哪有醜跟美的 哪有大跟小的 哪有高跟低的 都是一樣 這是我們無明煩惱 分別出來而已 都是希望的 這個我們必定要了解 什麼叫做《學佛》 為什麼提升自己的境界 沒有別的 就是這個道理 你能夠從你的智慧 看待一切人 一切事一切物 這個人生裡面過得很美好 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這個簡單 跟大家講到這裡 好 我就跟大家報告這裡 昨天跟大家報告的 跟今天報告的 跟今天報告的 最主要的 記得 我們念佛的人 要抓住 念佛的綱領 就是不懷疑 不要有夾雜 不要有間斷 你只有抓住這個山的綱領 我相信你們 我相信你們 半年你會看到效果 將來你能夠有把握 一字死字 往生西方去的世界 這個就是我們 跟大家這兩天的報告 希望大家好好去思維 好好去思考 我今天來到這個世間 是為了什麼 你要記得 生之前我是什麼樣的 死了之後我是怎麼樣的 那我們來到這個世間 是怎麼樣的 我們來到這個世間 要做什麼 下個禮拜 再跟大家分享 下個禮拜 跟大家分享 我們來到這個世間 要做什麼 奶超 像我們的老蔡 我們的鄭居士 管師兄 還有其他的 美國的統修 如果你明白這個道理了 你就懂得 什麼叫做宇宙人生的真相 我們來到這個世間做什麼 死了以後 是往哪裡走 這個道理 下個禮拜 再來跟大家分享 提升我們智慧 怎麼樣在這個智慧 在這個人生裡面 選擇最妙最好的 跟大家來分享 今天我就跟大家講到這裡 如果有這樣不好的地方 請大家多多抱涵 祝你們五亮光 五亮獸 祝你們每天 心想事成 順順如意 所做的 能夠 心想事成 謝謝大家 阿彌陀佛